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墨尔本的一些郊区在过去五年中房价下跌了 第三季度对德州太平洋和盛侨的投注 推动了美国最佳股票基金的表现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对冲基金第一售罚款1000万美元 原因是违反了举报人保护规定 Newsmax主持人发表关于吸引人的离奇言论 美国监管机构与更多公司就使用短信和WhatsApp达成和解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墨尔本的一些郊区在过去五年中房价下跌了 悉尼先驱晨报 尽管最近的价值增长和积极的拍卖成交率 墨尔本一些郊区的房地产中卫价格比五年前还要低 自2018年以来 内城郊区的较小公寓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而靠近大学或曾经吸引海外买家的地区的房价也有所下降 购房者正在寻找更大的物业以便在家工作 导致对较小公寓的需求下降 然而 由于市场现在房屋和公寓都供应不足 预计公寓价格将会反弹 第三季度 对德州太平洋和盛桥的投注推动了美国最佳股票基金的表现 露透社 在第三季度 美国价值和小盘股基金的表现受到了少数几只股票的大量持仓的推动 其中赢家包括Kinetic Spin-Off和Corprest ADVA基金 该基金有一半的资产投资于Texas Pacific Land的股票 以及Fair Home基金 该基金超过80%的资产投资于Saint Joe的股票 这些基金经理的超额表现是在罗素1000价值指数和罗素1000成长指数下跌3.3%的季度中实现的 而标普500指数则有望下跌2.7%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对冲基金第一售罚款1000万美元 原因是违反了举报人保护规定 华尔街日报 第一售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截至2021年3月底 其监管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090亿美元 该公司已同意支付1000万美元以解决指控 指控称其与员工签订的就业协议和离职协议中含有阻止举报者占出来的条款 此次和解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各种公司要求员工签署的协议进行了一项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 这些协议中的条款可能会阻碍对可能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进行举报 Newsmax主持人发表关于吸引人的离奇言论 英国独立报 Newsmax主持人卡尔·西比在直播中发表了一番关于吸引人计划通过引入数字美元来控制美国公民财务的激烈言论 西比声称政客和官僚们想要控制每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财务 并表示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来创建美人的数字版本 他还声称这种看不见的货币将主要由未经选举的官僚控制 并且Civican Valley Bank, Signature Bank和First Republic Bank之所以没有得到救助 是因为他们支持比特币 美国监管机构与更多公司就使用短信和WhatsApp达成和解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八家经济商、评级机构和投资顾问处以总计1.11亿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对他们的记录保存程序进行了审查 这些和解是SEC对华尔街公司使用未经批准的通讯渠道 包括WhatsApp讨论业务的一系列执法行动中的最新毅力 在为期两年的打击行动中 该监管机构总共处以超过20亿美元的罚款 SEC表示 这些记录对于防止欺诈和其他不当行为非常重要 克里斯 惠帝爵士警告 如果患者选择退出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的数据共享 他们将面临更高的风险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克里斯 惠帝爵士教授的说法 选择退出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数据共享计划的患者将面临增加的风险 该卫生服务机构正准备授予一项价值4.8亿英镑约合6.63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建立一个联邦数据平台以连接整个服务范围内的医疗记录 由于对NHS在数据处理和重大项目方面的记录存在担忧 这些计划一直备受争议 计划中的软件平台将使现有的NHS数据能够连接起来 以加快诊断速度 减少等待时间和住院时间 约翰逊表示 苏纳克和亨特取消HS-20封了 英国独立报 前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警告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和卫生大臣杰里米 亨特不要取消通往曼彻斯特的HS-2铁路连接 约翰逊表示 废除或推迟该项目将背叛英国北部地区 以及政府平衡地区不平等的议程 他敦促苏纳克和亨特停止废话 开始行动 并强调该项目对吸引投资到北部城市的重要性 首相一直在与亨特讨论取消HS-2的北部段 这引起了政界和商界领袖的强烈抗议 苏纳克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他将在曼彻斯特举行党派大会 日历 投资者需要了解下周的情况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本文提供了2017年12日至16日这一周的重要经济事件 和盈利报告的摘要 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包括 加拿大、中国和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数据的发布 以及美国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和建筑支出数据 预计将发布的盈利报告包括 麦考密克公司 Nova Gold资源公司 康尼格拉食品公司 康斯特雷勒品牌公司 李维斯公司 Visville五金公司 和Tierry公司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Ryu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最新的新闻 首先 我们来谈谈墨尔本的房价下跌 虽然最近的价值增长和拍卖交易活跃 但墨尔本一些郊区的房地产价格仍低于五年前 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 内城郊区的小型公寓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而靠近大学或曾经吸引海外买家的区域的房价也有所下降 这是因为购房者现在更加需要更大的物业来在家中工作 从而导致对小型公寓的需求下降 不过 由于市场上现在房屋和公寓都供不应求 立即公寓价格将会反弹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美国的股票基金 第三季度中 德州太平洋和盛侨的投资 推动了一些最佳股票基金的表现 这些基金中的赢家包括 Kinetic Spin-Off和Corprest ADVA基金 这些基金有一半的资产 投资于Texas Pacific Land的股票 以及Fair Home基金 该基金超过80%的资产 投资于Saint Joe的股票 这些基金经理在第三季度的表现 超过了罗素1000价值指数 和罗素1000成长指数的下跌 而标普500指数则预计下跌 接下来 我们谈谈对冲基金第一 Shall被罚款的消息 这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最近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罚款1000万美元 原因是违反了举报人保护规定 该公司和其员工签订的就业协议 和离职协议中 含有阻止举报者站出来的条款 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于各种公司要求员工签署的协议 进行广泛调查的一部分 这些协议中的条款 可能会阻碍 对可能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 进行举报 然后我们来谈谈 Newsmax主持人的言论 Newsmax主持人卡尔·西比 在直播中发表了一番 关于吸引人的言论 声称政客和官僚们 想要控制每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财物 并表示 政府可以通过中央引行数字货币 来创建美元的数字版本 这些言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西比的观点认为 这种看不现的货币 将由未经选举的官僚控制 不过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不要轻易相信这些阴谋论 并理性看待这些言论 最后 我们谈谈美国监管机构 与更多公司 就使用短信和WhatsApp 达成和解的消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八家经纪商 评级机构 和投资顾问处以总计1.11亿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 这些公司使用了未经批准的通讯渠道 包括WhatsApp 进行业务讨论 这些和解 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华尔街公司的一系列执法行动中的最新毅力 SEC表示 这些记录 对于防止欺诈 和其他不当行为 非常重要 总结来说 这些新闻都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值得我们关注 在房地产市场中 墨尔本的房价下跌 但预计公寓价格将会反弹 在股票市场中 一些基因的表现 受到了少数几只股票的影响 而对冲基金低益 说欧被罚款则提醒我们 在合同中 要注重保护举报者的权益 此外 我们也要保持理性 对待媒体报道中的言论 不要轻易相信阴谋论 最后 我们也要关注监管机构 对于公司使用短信和 website进行业务讨论的监管行动 这些新闻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我们也期待听到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